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宋和琪姐的频道 上一期视频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办理SIM number,租房子,健康卡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这一期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在安省和比克省怎么考驾照的内容 考驾照的过程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去认真对待的 就是加拿大的驾照以我的个人经验来感觉的话没有那么容易考 其实可能好多新移民同学们来之前在国内都已经是老司机了 对自己的驾驶水平开车的水平是非常自信的 但是提示大家就是说在国内开车的逻辑和在北美在加拿大开车逻辑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大家要考驾照的话一定要去重视它 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开车小白来去学习它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 然后回到这个考驾照本身的流程上来说 加拿大安省的驾照分成三种三个level 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G1 G2还有G驾照分成三个level 这三个level分别是什么呢 G1就是说你要去通过一个加拿大考试 G1就是你要通过一个安省驾照考试的比试 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比试 你比试合格了 你就是一个G1驾照的持有者了 你就可以在持G1驾照的条件下去开车 通常是说G1驾照你是没有办法独立驾驶的 你必须有一个持G牌的人坐在你的副驾驶位置上 然后你才能开车 这是一个通常的要求 当然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的限制对于G1 就是G1 大家可以理解成你只持G1驾照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在加拿大 拨收限制的开车的 然后G2是什么呢 就是你通过了这个G1驾照的这个比试之后 然后你要去通过一个G2的考试 这个是路考 就是你要驾车的路考 考官会坐在你的副驾驶位置上 然后G2的考试通常是比较简单的 不会考一些非常难的科目 当然G2的考试也是有一些科目的 我理解就是说G2只要你可以非常流畅的 启动车 然后把车开走 然后遵守加拿大基本的交通规则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G2的驾照 当然是有很多的具体的交通规则 大家可以去查阅这些细节 安省的这个官方考驾照的官方机构里 Service Centennial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详细的介绍 我在这视频里就不多讲了 取得了G2驾照之后 通过了这个G2的路考 取得了G2的驾照之后 你就可以在加拿大独立的开车了 但是还是对你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你车上能坐多少人 然后你午夜凌晨的时候能不能自己开车 然后你开车的时候 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必须是零 等等的一些限制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取得了G2驾照之后 你基本上可以比较自由的在加拿大的独立的驾驶车辆 它的那些限制可能对于很多咱们从国内来的人来说 可能都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你在国内毕竟也是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 不能有酒精 是吧 然后这个是G2的驾照 然后你取得G2驾照之后 你才有资格去考G驾照 这个G驾照就叫做Full License 你如果取得了G驾照之后 你基本上在安省开车 你就是一个自由的老司机了 你就可以基本上对你的独立驾驶 夜间驾驶 你车上能坐多少人 这些东西的限制都会变得宽松 然后怎么考G驾照 你要再去预约一个G驾照的Full License的路考 然后Full License的路考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了 它要考你上下高速 然后在高速上并线 然后安全的并线 主要是开车够不够安全 这些的一些考察 对于驾驶中的一些预测 主动性的防御性的 保证你自己开车的安全性 它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然后你对路权 哪辆车在什么情况之下有更高的路权 或者行人 或者是非机动车 在什么情况下有更高的路权 你要有非常清晰 快速准确的判断 如果你通过了G驾照 这个考核 你就能拿到一个Full License 这个Full License的有效期就是比较长的了 然后如果你只是拿到了G2驾照的话 它是有一个有效期限制的 这个有效期是5年 如果你拿到了G驾照 它这个有效期就是很长的了 你就不需要考虑什么时候 我再去extend我的驾照了 它就是一个长期有效的 一个Full License 基于我的经验 就是对于一些新移民的朋友来说 还是应该尽快的把你的驾照考试都通过 拿到你的G1 G2和Full G License 然后有一点要提示大家 就是如果你在国内有比较长的驾驶经验 就是对于国内来的老司机们 建议你们在登陆之前 都去当地的车管所开一个驾铃证明 然后有了这个驾铃证明之后 就可以方便你们在安省考驾照的时候 有一个跳考的机会 就是你们通过了G1的考试之后 就可以不考G2 直接跳考G驾照Full License 然后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然后推荐大家在国内的时候 都去把这个证明办一下 这个驾铃证明 很多的安省的考驾照的地方 都是要求你有一个红章的 就是所以大家在国内去办 这个驾铃的证明的时候 要注意需要是一个彩打的版本 不能是一个黑白的版本 它是不被接受的 就是对于这个驾照和驾铃证明 就是你在国内的驾照 和你在国内的交通管理局办的 这个驾铃证明 你需要在加拿大安省 或者是BC省认证的翻译机构 去做一个翻译 然后他认证的这些翻译机构的列表 你可以在他们Service Antario可以查到的 BC省也有相应的这样的要求 你可以在BC省的考驾照的机构的网站上 去查到他认可的这些翻译机构的名单 然后你去考驾照的笔试的时候 就是考你G1驾照考试 这个笔试的时候 它是有题库 可以用这个题库去复习的 安省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官方的学习手册 另外一个是 家中驾校的一个笔试题库 安省有两个选择 有三个选择 一个有是PDF版本的 就叫做最全ICBC笔试真题题库200题 然后还有一个是有GAPP 叫做ICBC Practice Knowledge Test 然后还有一个选择是在线的官方网站 然后考试的时候 对于BC省来说是在ICBC预约 对于安省来说是在Drive Test预约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 对新移民或者即将登陆的新移民的小伙伴们 你们来说有所帮助的话 请大家关注我们 点赞 转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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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